莫少 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萧熊 第三百八十集 宋左汉论以后 齐军没有回房 转身去了后花园 四周静悄悄的 他坐在树底下的石滩上面 打量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其实那么长时间过去 春去秋来 这个花园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齐军月今天跟海伦见面 导致他现在心理非常复杂 国外 唐婉晴的事情 确实是他让海伦帮忙调查的 可现在这个结果 他不知道 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 齐军的病 还有心中的那份恨 也随着齐军生活那么久 现在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 齐连松这些年 一个人打拼有多辛苦 齐军不是不知道 但是 他把齐军一个人扔国外五六年 也没去看过他 这也是事实 齐军觉得 他和齐连松之间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当年 唐婉晴事情 这么一个简单的隔阂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子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大 齐军觉得 自己的心脏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只不过 还算不上是一个正常人 他想 也许自己真的有一天 能帮助齐连松 一起管理骑士集团 也算帮妈妈完成一个心愿 这想法一出来 齐军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会这么想 林氏最近的动作非常之大 齐连松最近忙得焦头烂额 这也导致 他没有接到宋燃电话 他一连开了好几个重大会议 别说齐连松已经四五十岁 就连齐浩白都有点吃不消了 齐连松给宋燃打电话回去的功夫 又觉得哪儿不太对 所以 在莫千行二次打来时他没有接 莫千行可没管电话那头有没有人接 用点小手段 就把宋燃炸了出来 齐连松现在公司的事自顾不暇 自然没有在宋燃电话上多费多少心思 接连休息一会儿 就继续去工作了 风头正旺的林氏集团 因为还不知道莫千行的底细 所以只有心动其事 这些把戏 在齐连松眼里看得是很清楚的 只不过现在 齐连松也知道 只单单靠自己 骑士恐怕很难熬过这个大关 最后 齐连松不仅会想一些不好的事 比如 等自己干不动老了 骑士集团该怎么办 齐浩白虽一直很能干 人也忠心 但齐军才是自己的儿子 齐连松怎么会放心 把亲手打下的江山拱手让给别人 想到这儿 他不禁摇摇头 齐军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个难题 一天两天 恐怕也没有办法解决 助理老刘在这时 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看见齐连松正在闭目养神 便走了进来 齐总 最近这些天你辛苦了 你看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午 今天下午的事 由我盯着呢 老刘也算是跟着骑士集团 一起长大的元老级人物 齐连松还是非常信赖 自己这个助理的 慢慢睁开眼 长舒一口气说 哎 公司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瞥现你们 自己一个人去休息吗 我只是年纪大了 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力不从心呢 老刘笑笑 给齐连松倒了一杯水 喝茶喝茶 齐总你可别这样说 咱们小齐总最近在忙什么呀 他年纪也不小了 咱们也试着让他来公司玩一玩 这样多少也能帮你减轻一点工作吗 齐连松没说话 只是轻轻地又把眼睛闭上 老刘看他不愿意提起齐军 没有再说话 只是自觉地退出办公室 给齐连松留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 又到了每天下班的时间 齐市的工作人员没那么好的运气 老刘下达了通知 辛苦大家 今天全部留下来加班 把最近的报表都整理出来 进度也要改上 这消息一出 工作人员叫苦连天 但没有办法 只好乖乖地坐回自己的工位上 老老实实开始加班工作 宋燃醒来 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事 他觉得 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 无论自己怎么大声呼救 周围都没有人 宋燃觉得 自己走了很久的路 现在很渴很累 特别想睡觉 但他迷迷糊糊地 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努力把自己的眼睛睁开 然后被医院的白纸灯 刺了一下眼睛 宋燃小姐 你终于醒了 在宋燃面前说话的是沐云 宋燃看了看四周 发现自己正在医院里躺着 我 我怎么会在医院 沐云看宋燃要起身 赶紧把他扶起 我也不知道 是莫总让我来照顾你的 医生说你急性昏迷 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 宋燃觉得 自己要起身时 不光是打顶低地手疼 脸也是火辣辣的 他小心地附上自己的脸 护士已经在他没醒来 是用冰敷过 现在还有一点肿 宋燃小姐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哦 我没事 只是不想在医院里待着 你看我现在 已经醒过来了 是不是能出院了 沐云表示 莫千行走之前 并没有交代这件事 正在自己不知如何回答时 莫千行的声音 从门口传过来 不能 不喜欢更要待着了 宋燃不用看就知道 来人是谁 对沐云说 我有点饿 嘴巴都没味道了 你帮我买点辣的面 或者什么吧 谢谢你 沐云 沐云转身 跟莫千行打了个招呼 然后便一溜烟地跑了 你帮我 谢谢你